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不离》 在德国黑森州和图林根州交界处的维拉山谷中 有一处著名的网红白色地标蒙特卡利 这座完全由绿化纳堆成的垃圾山 每年竟会吸引上万名游客 山坡上1.5公里长的传送带 源源不断地将肺炎输送到山顶青道 每小时可增加900吨 如今整个岩山最高处为250米 总重量已经超过2亿吨 岩山旁边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甲岩矿山 矿石中甲含量在20%-35%之间 由此推算每收获一吨甲岩就会产生好几吨绿化纳 但这些绿化纳又不能加工成可出售的产品 所以日积月累堆积出了这座亮眼的白色地标 这座岩山被当地人称为起立马扎罗山 夏季登上山顶可以领略无尽的田园风光 除了岩山这里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体验项目 那就是地下800米深的矿山旅游 每年大约有7万5千名游客钻进矿山 经历90秒的电梯到达地下500米 换乘矿山旅行车开启地下探险之旅 1980年井下发现了一座5000立方米的水晶洞穴 如今已经成为国家地质公园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斗轮挖掘机 矿井内还有很多现代化机械设备 这里的女矿工看起来都很时尚靓丽 矿洞里有矿工酒吧 还有可以了解盐矿上百年历史的地下博物馆 这座黄金屋是整个矿山中最值钱的地方 二战期间德国的黄金 外汇储备和很多历史文物都被转移到这里 但最终还是被埃森豪威尔将军发现了 除了黄金屋最出名的 当数着位于地下500米的多功能活动大厅 从世界上最深的成人冒险乐园 瞬间会变成激情澎湃的演唱会现场 和光怪陆里火力四射的激光舞台 更神奇的是这里每年都会固定举办地下马拉松 同样也包括独特的地下山地自行车赛事 如果举办地下婚礼生日派对 公司庆典婚议等也都没有问题 如此一个神奇的地方 地上有岩山地下有岩城 一天之内游客可上下求索1000多米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来自旅行长一点知识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